我們現在歡迎現場的女性觀眾們 然後call in到現場 現在是重來就對了一個人 還是什麼 沒有啦沒有啦現在應該是一下一下 事實上像我們那個老師他也自己講說 女性文學不一定是要女生才能寫欸 對啊 對啊 沒錯啊 是啊 對啊所以我們男生得要女性主義 而且我沒有我我這樣講其實是 有時候講一講我我會回房 然後回去思考說 這是我常常有習慣 回房是三小 回房的意思就是我 我會回頭思考說我剛剛 剛剛講的東西是不是有六物或者是什麼 就是或者是 這種其實這我好像以前常常是有 就是其實應該是說我沒有那麼有自信 所以有時候 比如說好我跟某人吵架也好 氣在頭上 回到家以後會一直反逐那個時候的對話 無二三行無神 對就是 也沒有啦其實就是在想我 我那時候有講錯話嘛 我是不是惹人家生氣或是 這個觀點是不是有問題 然後或者當然也有一種別的偏見就是一千 不服氣的想法就是我那時候反應太慢 如果再講一次我是應該怎麼說 這常有 對就是對罵嘛 我那時候不夠靈活或什麼 但是有的時候我會思考說我講的話本身 是不是本身有邏輯上的問題之類 所以我剛剛是要回房說 因為說到底其實我們都是男神 那我現在只是思考說 但是我其實一直都不已 應該是說我從大學那時候開始 放棄談戀愛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 發現如果把對方當成一個人 然後不是 就是女人來看會很舒服 我就會比較 就比較沒問題 只是一個獨立個體 你知道 我也不管我是男的是女 我也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對我我知道我喜歡女生但是在我眼中你不是女人 你也不是男生 你只是一個 可以跟我對話的一個 實體 這個其實在網路上更容易 更容易成立 因為他只是一串字 他留言但是你只要不要去看他姓緣 你就知道他根本不是 你也根本不知道他是男的是女的 對對對 所以你就有辦法做 真的這樣是意見上的交流 你也不可以把他 先入為主當成女性 我覺得真正的狀態是你根本不把他當成是男的或是女的 你只是把他當成一個個體而已 對 其實 就是 這就是剛剛說他就是 為什麼 要達到 平等女生要被尊重 必須要不是女性才能被尊重 對啊就是 男性也要自我嚴格 不覺得我是男生 我怎麼可以被 那個什麼 身為一個男人怎麼可以什麼 有沒有 應該不是我有這種情況嗎 身為一個男人 身為一個男人 那個什麼 30公分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放在庫端 好啦 好啦沒有這個其實只是亂 那個擾 走個包袱 不要不要這麼快就放棄啊 你看留言區的人都直接講說放棄加一 放棄加一 大學放棄 我也放棄加一啊 沒有啊 可是我覺得啊 真的不要放棄 我那天其實好像在講這件事情 不是有人常在聊那個什麼 是不是 因為大家很喜歡 不明化電玩或者是一件東西 對不對 殺人狂啊 或是強奸犯變態啊 就是 先去他家裡面搜出電玩說 這個一定常打電動還變這樣 對啊 常聽到這種 我超好像這種年齡 對但是 呃 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不 對我來說至少對我來說我不成立啦 當然有些變態好像真的有辦法真的會這樣 對但是你不可能因為變態這件事然後就污名化整個 整個 整個這種東西 對對對 喔難道我平常 那個什麼 看色情書看然後導致我去強奸女性 這其實不是共通的 你知道嗎 事實上 你如果常看色情書看 你才不會去強奸女性 你才沒有辦法去強奸女性 因為你其實 會很累 你會你會那個時候 你會 你會自俗 然後你就 你當你自俗完了以後你其實就 就清醒了 你知道就是 清醒了以後你根本就不會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自賭啊那念自賭啊 自賭啊 自賭 自賭 就就打手槍嘛 就是好啦不要那麼快放棄談戀愛嘛 除非你沒有 沒有我沒有特別我其實也沒有特別的那個什麼 就是說我不就是禁止自己談戀愛或什麼 其實是完全是處於開放 但是 沒有特別積極不會去 但是我其實絕對不會想說要一定要去 我這次要去拔他 我其實很少這麼做 可是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少了這種積極性 是的 因為人家有講說 通常女生追男生是比較容易 男生要追女生你一定要加把劍 對要不然的話很難的 你不可能等在那邊 坐在那邊等女生來追 對 這種機率太低 其實我是啦 對啊 你是嗎 哇靠 又有老師 又老師 又有老師 又有老師 Presence of Kami 如果是老師的話可以喔 搞什麼鬼啊 不是常常會有那種就是 這是在H-Man裡面才最會有的東西 好不好 老親姐啊 如果是學長的話可以喔 之類的 好吧 沒有我後來發現其實 這不是 不見得是好事 就是 我大概有 你說你被那個什麼 有爛桃花這種事情 不是啦 我是說就是 要更高境界有沒有 喔 幹我要去選人這樣 跟很多人聊過我都發現 不管是男是女啊 通常常常 被追的 被追的 通常後來也是被甩的那一個 卡 好吧 就是這是我 我跟很多人聊 然後我發現 好像有這一個 去 這個觀點 這個經驗談真的是 這個我認同 首先你想啊 既然他會主動追你 他也會主動追別人啊 我都是沒聽說過這種事 對不對 然後 但好像 並不是沒有道理 對啊 對並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有自信的人去追 然後他當然可能 他覺得需求 他當然也有同樣的動力去追別人 對啊 嗯 那被動的人 當然永遠都是被動 對對對沒錯 被動永遠都是被動 你個性被動那你怎麼可能會 跑出半間跑出去追別人 這其實很自然狀態 對啊 這其實不 不會 是蠻合理的 那我真的覺得啊 就是 那這個世界上 哪 哪 哪會遇到什麼樣的 完美戀愛 本來就不會啊 本來就不會啊 對啊 不是 你 大家都太那個 我覺得 沒有啊 我只是想要 我其實只想要虛擬情人而已 OK 不過我現在是 沒有那個 初歌其實只是想要交依而已 我要交依 交依就是只講你想要聽的話而已 KKKKK 他會你跳針 KKKK 你看那個什麼 上次那個什麼 你看 我就 我在粉專上面還PO了一個 我看到有人在賣娃娃你知道嗎 想說他才賣1500 好便宜喔 哈哈哈哈 我就想說那個 因為他實在太便宜了 便宜到我就很想要去 弄來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又很怕我買了以後呢 會被人家說 就是那個人 他擁有那個 他家裡面擁有性愛娃娃 靠 因為這件事情我已經公開講了 然後這樣子以後就會變成 那民宿就是擁有那個擁有性愛娃娃的飲品 靠北 哈哈哈哈 不過後來 不過後來那個什麼 後來就是 就是我笨嘛 就是旁邊的人說 這個明明就假的啊 對啊 1500 然後旁邊還列一個字說 充氣的 他折起來那個什麼 達到A4大甲 他說 馬的那一定騙人的啊 因為他這張圖感覺起來 就是不是充氣的啊 是那種矽膠什麼的 怎麼可能還折起來是 只有A4大甲 你厚藍嗎 對啊 明明就是 詐騙你知道嗎 好吧 但是我得承認我在那一瞬間那個什麼 內心蕩漾了一下 我那一瞬間心裡面出現了 我家裡面放了那個東西的那個景的畫面 你知道嗎 對啊 好啦 不要這樣子 我其實也是軟弱的 我也是很軟弱的 對啊 等生大暴震 我覺得那個有點太太羞恥了 你知道嗎 對這也是我這時候心裡面有那個畫面 就是在思考說我要把它藏在哪裡 如果我家裡面有那個東西的話 要把那個 等生大的那個什麼 心愛娃娃要把它藏在哪個地方 不用藏啊 為什麼 不用藏你一個人住欸 我還還 欸 會有人到我家好不好 你很煩欸 可是你真的不是也都是臭直男嗎 是直男沒錯 但是直男看到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直男跟直男之間會互相 會嘲笑你的 不是重點是 你又不會讓他們用 還好啊 不是 誰要讓他們用啊 幹 不能接受這種事情 兩個男人共用一個娃娃 天啊 好噁心喔 不是這個意思 是覺得羞恥好不好 靠北 他被嘲笑這樣子 願望說十萬是真的買得不錯 事實上我 對啊 我有說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很有興趣 我就去觀察這件事情 只知道至少要到七八萬左右 還是買個飛機杯 比較便宜 沒有沒有 飛機杯不行 哈哈哈哈 飛機杯不行 我不想要飛機杯 對 好啦算了 不要提 可以不要聊這個嗎 觀眾是想提的 我跟你講不是 觀眾已經嗨了啊 我跟你講 其實嚴格說起來 我沒有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能談的東西 可是呢 我跟你講 因為我在 就像我剛剛講說 我們這邊像是大學宿舍那樣子 對的 那我發現在高中的那個階段啊 即使你敞開心胸 但是別人會把 把你拿來當成那個玩笑 對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變成 你是其實是誠心誠意的要跟人家沒有沒有那個壓力的聊 結果你到最後變成人家的那個 變成人家的笑 然後他們只是 可是這種真的很不成熟 因為可是你也沒有辦法氣他 對 對 那 我只能說我在高中大學的時候有一陣有一段這時間有一種陰影 你知道嗎 我只不過我記得我 我記得我只不過是在跟人家聊天的時候就是說 打手槍有什麼那個奇怪的事情嗎 我也打手槍啊 誰不打手槍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變成 半明兔是那個打手槍的人 對 就是誒 你就突然間有一個外號你知道嗎 難怪你不敢嗎 你就突然間得到一個外號叫 他們還取了一個外號叫性感手槍 我說靠杯喔 媽的 就是 就變成大家突然 你說就跟你那個 你被說你當兵的時候都在失分 對就變這樣子的問題 不是明明就是講錯了 然後突然間就被 你突然間被標籤化了你知道嗎 你就貼了一個標籤 對 就是喜歡打手槍因為愛吃噴 你看 哈哈哈哈 你看 怎麼辦呢 你看就是有XXY這種人 對 哈哈哈哈 吃噴這件事情真的讓我困擾好久 你知道我工作的時間就突然間 每次那個有新人進來介紹 都說欸這位是那個 賣民宿 他都吃噴 你幹 靠杯 不是啦 哈哈哈哈哈哈 好大 有時候好笑嗎 哈哈哈哈 那其實只是一開始的一個口誤就是說 我當兵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什麼 要到那個收水都要 走下那個山來去倒 因為我是住在東銀島上面 然後那個 東銀島 對他是那個東銀島 其實很像希臘的那個島 就是石頭很高 嗯 對然後那個疊下去會死人這樣 所以你要走那個 要拉那個 然後慢慢的把那個很重的東西停下去 是 然後說我就只是跟我的同 那個同事講說 因為這樣 所以我從小就養成很良 就是在那個時候就養成很良好的食慣 齁 我飯都吃完 一定都吃光 就是不會流東西 其實我本來要講這個 但是我口講太快 就變成我都吃完這樣子 然後 於是他們就會把他變成說 蛤 你為了不想要到收水 你都把收水吃掉 然後想說 不是啊 然後氣死我 然後可是他們 就算你這時候便捷了幾百遍都沒有用 他們 他們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笑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喔喔 吃一坤 吃一坤 然後 於是他們就會變成 每次有人 有新人進來 你知道要介紹 然後他們都會 來這次輪到我了 來我跟你講喔 這位是 大明主 他都吃不 靠北 他都氣死我了 好吧 好啦 算了 就是過了這麼多年 我人進入中年 我也釋懷了 對啊 只要你們不要 對人家縫合說 那個就是那個吃噴的飲品 幹 幹嘛 氣死我 幹 不行 這樣子 好啦 真是 好吃嗎 不好 沒有吃啊 靠 什麼 討厭 笑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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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知道就被人家造謠 你知道就變 突然之間變成這樣子 你知道 而且大家其實都很享受那個自己編造故事的這種快感 嗯 就有點像這暗和田科學的愛情一樣 就亂講講一講自己都很開心 你看叉叉會就是這種狀態 會突然間講一個我們都不知道的小王自己很開心 抱持同心的男人 同心未泯 同心未泯的男人啊 呱吉也是大便 呱吉也是這樣被人家那個人啊 被人家這樣玩 好好玩喔 好吧 打第一賽也打到了12點49分 半瓶噴 靠我 半瓶噴 半瓶噴是啥小 半瓶噴 好啦 今天講了很多奇怪的事情齁 什麼男性自我什麼 自關自我好強 男性平壤 可是當兵吃的東西真的很像噴啊 真的是沒錯啦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離島外島的時候那個時候他們真的開罐頭 沒有耶 可是我同學我同學現在當兵他說現在當兵吃的都很好 然後看在哪裡當啊 沒有看沒有要看你家火防素質 因為火防兵其實基本上也是 義務異的 所以就變成你從那邊來然後 到底他是不是煮的好吃的 他煮的不好吃你就很倒楣 對啊 除非你是住在那種類似軍官 跟軍官住在一塊就是你當兵的地方有很多那個星星泡泡 那個那個飯就都很好吃 一定會 因為那 他不能那些人 他不可以讓那些人覺得不好吃啊 可是如果在很多兵的地方的話 那那個什麼你的那個品質就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對啊 那你像說吃 我還記得吃什麼 有一陣子因為在外島上那個什麼蔬菜配疾的問題啊 很難很難拿到你知道 所以就是都有一陣子吃那個補給品 軍罐頭 那罐頭是什麼呢 豬肉醬 還以為你要講說有一陣子我們都吃不穩 不是啦 有一陣子都自我允揚 奇怪 自我允揚 有一陣子自我允揚 靠 靠北 這很煩耶 莫名其妙啊 靠北 我跟你講男 我跟你講男生就是這樣子 男生真的很喜歡亂講一些東西 他自己就很開心 你知道 自我倫養 我們那時候也會亂講話 亂講這種東西啊 就是 比如說有一個那個男生的朋友 我們都會自己幫他編故事 這樣子 他都那個什麼 比如他說他都會幫那個 最喜歡幫男生吹 當他當到兵的時候那個什麼 就是去基隆的時候呢 那個不是有一陣子船嗎 過來有沒有 然後大家喊他的名字 然後海軍說海軍回過頭來 都笑了 欸那個什麼 來了來了 然後船開了他會跳下海 然後自己游過去幫他們做這件事情 又亂講啊 然後 沒有男生本來就真的很喜歡講這種無聊的 你知道 然後 聊一聊就開心 真的 宿舍才會做這種事情 就只有幾個男生在那邊亂講話 這樣子 而且會聽 會在那邊聊一些那種那個什麼 有些男生會 會在那邊吹噓他自己的那個情勢 我跟你講我都帶他到哪裡 怎麼幹嘛 然後大家在那邊聽 然後他越講越開心然後有時候很吐爛你知道嗎 對啊 好啦好啦 後山還有鳳姐出沒 鳳姐多年來一直都都長一樣 鳳姐 哈哈哈哈哈哈 很驚人 靠腰 軍隊本來就是很多那個不然以前為什麼會有什麼軍中笑話軍中鬼話這種東西 真的當因為當兵太閒了所以只能講那些 很閒嗎 不是就是 時間打發啦 應該是說軍隊裡面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你只能夠製造這種 無聊的話然後來娛樂 這如果你有看搶救雷人大兵就知道 他們就是 真的幾個人在那 只能夠走路就在那邊亂講垃圾話這樣子 對啊然後甚至後來就是真的很無聊無聊到就是 拿一個那個唱片來放然後 明明是聽不懂的歌大家還是在那邊聽 對啊那個其實是 當兵的時候特有的情況 對啊 還有什麼話題想要聊 這個拉迪賽也拉得太驚人了 這個拉迪賽太好玩了吧 好吧你們讓我那個什麼本來那個非常不爽的那個心情 那個什麼稍微 稍微逗我的表 因為那個就是因為那個圖片的關係嗎 什麼圖片 是因為圖片的關係不爽嗎 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帶電啊 是我的意思是說我工作上面遇到了一些那種酒粉 我知道 因為看到那個我真的覺得那個很扯 哪一個啊 沒有這種事情其實 其實這種事情XXY也遇到過 對啊 欸為什麼要把我扯進來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不一定是我的情況 而是你覺得你被拗了這樣子 而且而且本來說好了 本來說好了然後 也明明就是滿口答應我也做了我該做的事就到最後 他就說你這個不做然後我沒有辦法 給你那個什麼 就沒辦法付你款項然後你必須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可是這樣多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操之 對 所以我就會難過就是你明明就沒講好然後 我就我就心情就很吵 對啊 就也很委屈啊 然後又覺得我們 但是這個其實就是大公司遇到小蝦米的時候 小蝦米遇到大公司的時候就 變成這樣子 小單位遇到大單位的時候 對啊 雖然這個有點屬於商業機密我也不能夠講太白了 但是我就 你就趁今天這個機會然後就大聲把你的業主名字想出來 你說靠北影視這樣子的狀態嗎 我覺得還是算 目前我覺得因為目前那個什麼 來第一個字 不要不要不要因為這種事情其實牽扯到 牽扯到太多人事物 我覺得因為 我如果是我自己一個人的話我可以我大可可以說 靠北我就不愛做 對啊我也可以這樣但是目前這件事 牽扯的 狀態比較大就是下面有一些人需要拿到酬勞 那我如果我這樣玩 那我 我可能會害到很多人所以我 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這麼做 這是變成這是一件無力感的事情 就是 你當你開始做一些Leader的時候你開始組織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就 變成你要去幫忙扛一件事情 無力感至少比空氣感還要 什麼什麼是空氣感 就是 你幫我拍 你身邊的人都是主角光環然後自己是空氣這樣 不是啊 你不是之前說什麼那個你幫我這個鏡頭要有點空氣 沒有那個 其實如果他們 我們溝通好他願意付款的話這件事情沒什麼問題 因為畢竟pass掉了 過了這個最可怕的是說 他突然間改變主意 昨天睡一覺醒過來說這個不行 那就超可怕的 因為我們本來已經講好了 這樣子 你應該知道就是比如說前置階段說我們應該要把所有的事情擬定好 那 一定 通常一旦擬定好你後置階段其實 能夠改的事情不多 因為你已經 拍過 對 你不能再來一次 對 可是 如果這個時候突然間說 我跟你講 正義聯盟那個真的是一個噁夢 要再補派 人都要叫回來 攝影機再調回來 那你要看你的廠商要不要給你那筆錢 那筆錢很多 對啊 所以那個通常如果可以的話都是希望在後面的時候就是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處理掉的方法去把它處理掉 就是不要再做老實動眾的事情 因為 你今天想 突然間突發起場 結果要 結果要重新來 帶動這個 這都是勞民喪成的事情 對啊 所以 前置很重要 規劃的時候要嚴謹 那一旦前面決定後面應該是要 預算砸下去 後面應該是 助無用意的 對啊 這個我想現在 對莫佐在講這句話的時候我想你應該也有感受 出去拍就拍了 那天拍 你要在那天內要搞定所有的事情 如果有問題當天就要講 回去 就很難再回來 對啊 因為當下有脾氣有在吵架但是要把那個事情搞定 你不要為了一時和諧一人當之後最後 好啦 那個什麼 留言板是開始了解 A B來了 可是最近沒有 可是最近我心情 因為我今天生 不是身材 因為最近那個工作太忙 我沒有辦法去收集 A片來看 而且我覺得最近 女優沒有很漂亮 反正 最近 我其實 我喜歡的女優都 大部分都隱退 對啊 我還以為你要講說你喜歡的女優大部分都很醜 不是啦 我喜歡的女優大部分都現在都不在線上 像以前的利友啊 利友很喜歡 我很喜歡他 還有那個誰 上次那個什麼 上次那個粉圓大獎的那位 忘記他名字 可惡 射骨喔 射骨嗎 是不是他照相的那個嗎 不是 照相的那個啊 對啊 射骨薄布喔 射骨薄布 沒有我沒有喜歡射骨薄布 啊 算了 我現在 我是看他那個 標題 標題 沒有就是那個 喜歡穿學生服的女孩 喔 我不想得了 好啦我得說 要承認自己的性比 好這樣子 我們都講過 最喜歡穿 最喜歡穿學生 穿成學生樣子的女孩子 對 就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是哪根筋不對啊 但總覺得那個什麼 應該是說我們都像 我很嚮往那個學生的生活 喜歡跟學生妹在一塊 我就個色 來我們現在要歡迎線上的學生妹 call in喔 你幹嘛這樣 啊月爺里沙 對 鸚鵡你真是太厲害了 鸚鵡超強 鸚鵡好厲害 鸚鵡是中式官司 我很喜歡月爺里沙 可是月爺里沙 他也是有問題 他胸部不是很大 可是呢他穿 可是他穿 他在穿那個水手服的時候 我一直都覺得他是最可愛的那個 高中生 而且他不是 他一看就是那種感覺起來就是那種成績很糟的那種高中生 你知道 很愛玩 不可以以貿取緣啊 沒有沒有這個就是應該是說也不能這樣講 可是AB的他們那個打扮的那個樣子是 其實是 明確是誤化的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 AB那個絕對是誤化沒有錯 絕對 絕對誤化 但是我沒有辦法 我其實我沒有辦法對抗自己的那個什麼 慾望 色彈之心 就是 對當我看到的時候我還是那個什麼 我會 我會 對啊 這我也不可否認 我喜歡他們 我會喜歡他們 這樣 對啊 好吧 太妹的臉 但是他也不是那種那個 把臉曬黑的那種太妹 他是那種很愛玩然後 就是很Cue的那種女生 不過這種女生應該很難追啊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在那個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的女生其實是一種我們 夢想夢想能夠在一塊的女孩但是他在限時生活中他絕對跟你沒有打稿 那就 那就 然後在 我 我覺得我們那個DCR實在太那個 不會啊 我們其實還蠻瘋狂的 對啊 不是 我們就一直沉浸在就是 啊 反正我又交不到啊 所以我現在在那個 對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XXY應該不屬於這種範圍 對啊 XXY那個什麼 月人無數 不是月人無數 我經驗豐富然後很淫亂這樣子 不是淫亂啊 沒有你就是那個 就是有經驗 經驗豐富嘛 就Playboy嘛 對不對 好 什麼 XXY教過幾任 啊陳佑又不是也有嗎 我也才 你也敢跟陳佑比 對啊 XX陳佑是老師 話好不是這樣講你幾歲陳佑幾歲啊 你的那個經驗一定比他豐富吧 欸不是啊 你看 還叫從老師 好啦年齡不一定是真 年齡不一定是那個 年齡不是問題 我也才四任而已 你看我應該是最老的 我應該是最老的我卻完全沒經驗啦 對啊 所以囉 他會幾人來著 蛤 我說你交過幾個女朋友啊 三個 哎唷 強喔 還有吧 現在目前 現在目前 我已經30歲了 又老大 然後那個那個 拜明說說 我 我我我沒有 還沒有啊 你還敢自稱邊緣人拜託 對嘛 就沒看過真正的邊緣人 就是 就是收的都很難看啊 所以 我覺得 蛤 收 收的都很難 沒有我覺得收的難看這件事情是 沒有那你到 那你你有沒有後來有一些體驗說或者是覺得那個什麼 要 要告誡大家 告誡大家 就是不是你有沒有什麼經驗 就是覺得好像以後要怎麼處理這種關係 對啊 不是啊 你們是要講什麼東西 感情生活 嗯 就是 男女相處 要告誡什麼東西 沒有就是說你 比如說都收的很糟嗎 對啊 那那個如果再來一次 就是不是你如果別人有類似的情況的話你要你有什麼語重欣賞的話 我覺得 剛剛你們有講到一個什麼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怎麼去怎麼來啊 怎麼來就怎麼去啊 就是其實 這個是一個人性的 人性的 你要你要說很現實嗎 我覺得是 就是真的不要 覺得什麼可以為愛改變一切 或是 為愛 對啊 這個我同意 因為你的本性其實是很難去 對 如果真的 這樣的一個人的話 那我真的恭喜你 就是 找到了一身的自愛 對對對 然後真的也 我也相信真的會有那種人是真的可以 因為跟你有愛 所以 所以願意跟你犧牲奉獻然後跟你 跟你 就是 共度下半輩子 我覺得這個是一定 一定有的 可是 可是基本上應該 不要得事情這麼重 就是說 你 你現在愛我 然後你就 就 就應該要跟我一樣有這樣的認知啊 什麼的這樣子 這個 你讓我想到那個誰 喬色夫高登李維延的內部 那我最近超級情聖 我最近 其實我還蠻喜歡那部片的 那部片我也很喜歡 因為他那部片其實是在探討 單身男性的心理狀態 以及但是他最後太理想化了 因為他最後其實 但是其實 那個紫卡莉交韓生跟祝利安摩爾這兩個角這兩個女生啊也是一種那個 其實我覺得那部片很是很大男人主義但是他就是一個男性觀點的那個點 所以他其實對於那個交韓生這個角色其實是比較批判 就是女生覺得理想中的男性是怎麼樣然後覺得男生就一種什麼樣子所以他硬是要塑造他然後 鼓勵他去做那個男生本來不想要做的事情之類的 對那 甚至控制他的家裡面的那個環境所以這個男生才感受到壓力之類的 可是這個 後面祝利安摩爾的部分其實算是很理想化的 他真的遇到一個 很好很好的女生 才會這樣跟他講 就是他其實是可以站在他男生的立場跟他聊A片這件事情 我還以為你是要講 然後或者是他最後 跟他講是真的貪戀 因為裡面有一段是比較重的話 就說你之前看A片這件事情 其實不算是真正的在跟女性做交流 對 然後 其實他沒有意思就是說你其實從來也是把女生當成一個物品 所以你沒有辦法跟他有真正的交流 對所以你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他才真的跟女生有在交流 然後可是 像要遇到朱利安摩爾這種擁有智慧的女性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 你知道那個是一個人生導師的狀態然後 其實我覺得其實反而到最後其實他跟他的交往反而有點像是 母親跟孩子 你知道朱利安摩爾在裡面是 算是有帶一種母性 但是他把他有點把他當孩子 的那種狀態 可是他也接納他 所以算是一種姐弟戀的狀態 對 那 但是其實 我也覺得朱利安摩爾 那個角色因為他是失去家人的一個 一個女生 一個 媽媽 所以他對於那個喬舌布高等李偉的那種追求其實也是一種 算是一種療傷的行為 我其實到最後我其實也不太確定說他是不是真的喜歡 喬舌布高等李偉 只是覺得他很可愛之類 然後也覺得他需要幫助所以他 他幫助他然後 但是他不介意 跟他做愛 對然後我覺得有一種這種情況 這樣子 那 但是我覺得喬舌布高等李偉 到電影的最後 那個角色其實是愛上完全是愛上朱利安摩爾 對 他是真的享受到人 這個時候可以跟女生這樣子的相處 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愛了他這樣子 但是這電影繼續演下去會怎麼樣呢 也許會分手 對 我覺得那還蠻有趣 對啊 但是我覺得他 好看是好看在 他其實也有在做自行這件事情 你平常看A片 因為他我覺得他前面那一段理論其實我其實一直是 我 他當下就是完全說服我 女生很麻煩啊 看A片多棒 對不對 我想要設 我想要設的時候就設還要不用不用特別去顧慮他什麼東西 我覺得他在講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其實是 點頭 對啊 為什麼不這樣子 因為之前那個 日劇也有一部片是在講這個 那個什麼熟男不結婚 那個阿不寬眼 他其實就是問說為什麼我不能自己 一個人在一塊 然後旁邊的價值觀都說你不可以 然後可是他最後其實就是旁邊有女生 住進來然後他後來慢慢的軟化 然後不知不覺喜歡上那個女的 這樣子 女生住進來就軟 女生 What the hell 女生女生可以讓你軟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是啊比起坐來我比較喜歡靠槍 大家都是這樣子的人 男性自我潤揚 又是這種 好啦這個深夜話題 我覺得我們就是又有深度又有那個阿 又有在聊這種奇怪的東西 色色系也都有 對啊 好啦 太假了 What是什麼 What 我真的覺得我最近好像 是 戀下五百日裡面的 喬車路高等你 真的嗎 所以原來是戀下五百日 不是超級情聖的 我覺得就是最慘就是遇到這樣子阿 你知道我覺得那部片阿最靠北的地方是 那個女生 哪一部 戀下五百日 戀下五百日 就是 他跟 男主角說 抱歉我是不相信愛情的 但是結果呢後來 自己跟另外一個男生交往說 我現在才發現 愛情 你說的愛情原來是真的 就是真的會有 那個真命 真命天子 然後 你知道這句話就是 在講說 其實 我是有真命天子的 只是那個人不是你阿 幹好壞阿 雖然我沒有看戀下五百日 但這句話怎麼那麼極巴 等一下他覺得 其實好極巴 很極巴好不好 我不知道阿 可是我覺得 真的就是會有這種事情 說真的 對啊 沒有他算是 他算是很殘忍的 但是其實是任何理 應該是說他有點不相信 然後他 他原本也以為他是這樣的人 可是他自從跟 跟男主角相處過後之後 我相信就是 就是 就是 有所成長 而且 我覺得那部電影他最後面給我們感覺就是 就是雖然分手了 可是 分手之後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他們一定 在他們身上還能找到前任的痕跡 這樣 不是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 雖然你們雖然很多情侶可能會覺得這樣子很不爽 但是 說老實話 你喜歡什麼樣子的女生 對不對 你本來你喜歡的女生一定是有一個一定的樣貌 對對對 你不能夠說你的下一次女朋友跟前任女生有截然不同 我覺得這一定是不一定是不太可能 他們一定 他們一定會有某種 他們一定有某種情況是類似的 不然他不會吸引 重疊的 對 那這個時候你要去講說那個什麼 為什麼你原來在追尋你全女友的影子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在追尋全女友的影子 他喜歡的女生就是 不是那個女生喜歡的男生就是那種類型 我覺得那個我在以前 幾次那個什麼 有喜歡上女生的那個我都覺得說 後來思考一下其實也是覺得說 都是類似的類型 但是呢我也發現這種類型其實 到頭來沒有辦法 如果真的要進行 一起生活就是不太可能 對 因為我其實是在追尋一個 好啦這是我的感情觀 就是我的應該不是我的感情就是我的慾望 或是什麼 我仰望的我仰慕的女孩子其實是 跟我很不一樣的人 對對我也是 跟我很不一樣的人那這樣子變成我跟他其實 有的時候我在話題上可能會相中或者是無法好好相處 對對對那到頭來我其實在追尋一個 不太可能 有的影子 這樣對對對 沒有這是我目前覺得我其實在縱觀我以前 欣賞的女生或者是我其實 瘋狂的女性 嗯 對其實是一個 一定是跟我很不一樣 是 好吧這個我是不實際 對啊因為我們的標準都太高了 我覺得尤其是像我的情況更是麻煩 因為我又在傳播 業界工作 你知道 傳播業界工作 你看到的女孩子 應該都 高於一般標準很高 對 所以久而有的是你會變成你的標準其實也變得很高 可是事實上你自己的樣貌其實不是高標準 所以你其實變得很難 很難 對 所以咯 你也只能說 我覺得除非你自己本身非常的成功 我跟我朋友聊過類似的問題 有的時候你長相不怎麼樣 但是你的經濟能力極強 你可能還比較容易成功 比如說你搖著那個BMW鑰匙 你知道 我們自己有在聊啊 他說那個光是搖鑰匙 就突然間有 突然間有人會來跟你主動跟你搭話 然後他有講喔 他有說我朋友說 他有一段時間勤練身體 有六塊肌你知道 那時候真的不一樣 就是突然間會有人主動來過來跟你講話 他說我現在懶了就胖了 根本沒人理我 好啦 我喜歡劇 我來跟大家激勵一下好了 激勵一下 陳佑激勵一下 呦 激勵大會了嗎我們現在 激勵大會 激勵大會 激勵了 激勵了 追女激勵大會 這怎麼回到第一開始了 我們現在是要那個了嗎 我們現在要那個 因為追女生太難了 所以要激勵大會 跟作業務一樣困難 賣藥 激勵 好像什麼酸痛藥之類的 激勵酸痛藥 好啦 身體阿厚禮禮 來來來來 激勵激勵阿 幹嘛 那就是其實 看我也沒有特別有錢 然後我也沒有特別愛運動這樣子 但是我教得到女朋友怎麼樣這樣 然後 我都可以了 我原來是要講這個 你這個是什麼 你這個是什麼 你意思是說 我就可以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陳佑你的意 那個時候這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你現在是因為你年輕 你有提那個時候 你有新陳代謝上的優勢 我知道你這個年紀我也是蠻瘦的阿 靠北阿 沒有就是 就其實我 就是跟 很多我教過的女生聊過 然後呢 我自己就是我發現其實 我真是吸引他們的 也不見得是什麼 家事很好還是 怎樣的 大部分都是 聊得來 然後可能 我挑的 對象都是 比較 就是我可以跟他們聊很多我知道的知識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哇那你好像 對他們是知識空就對了 類似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這個我覺得 有一個問題是在於年齡層的差異問題 對啊 那個 雖然這樣講好像有點過分 但是那個就是說 我們在每個年齡階段的時候考慮到的那個什麼 都不一樣 會是不一樣的事情 是沒錯 對 高中的時候呢 可能 真的是 完全是感情問題 純情 對 只要只要我跟你在一起好 我們有愛情就好 之類的 可是我 當我遇到的那個什麼 情況是到 女性到了二十幾歲的時候 他們考慮了更多一點 是啊 是啊 但是就是其實 呃 並不是真的所有的女性都是看物質還是看 看 看身材還是幹嘛的 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不是錯誤的 因為我一直都覺得說 因為常常不是有人在講說女生 哈哈哈哈哈哈 蛤 為什麼突然變笑了 你突然爆笑了 聽到有人 就看到有人寫知識控啊 知識控 不是 人家是要成員買知識 哈哈 99力 靠 哇好帥喔 喜歡這樣 哈哈哈哈 99力 99力 靠 知識控 沒有好啊 我要講一下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 因為我常常 平常會有提到說 女生有的時候不是會聽到一些感情問題的時候 女生說你在浪費我的時間嗎 有沒有 嗯 其實是因為女生 真的比較沒有時間 你知道嗎 男生 男生其實 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 你知道嗎 對對對 之前有聽過好萊塢在那邊講說 鐵達尼號如果到了這個時候還要拍續集 李耀娜多還是可以 是 對 那如果你就再過二十年 就是李耀娜多到七十歲 對 鐵達尼號還是可以當男 李耀娜多還是可以當男主角 可是女主角七十歲了 羅斯那個啥 那個 凱特溫斯咧 如果七十歲他還可以當女主角嗎 沒有這個是我在 這個是我在 蛤 為什麼要笑 知識就是 只有本本的知識 知識就是你 知識萬歲 好煩 知識萬歲 知識萬歲 他應該是看范萍座長知識嗎 不是我之前 好 這個是一個 突然歪樓你知道 你知道有一本書就是那個什麼 教你如何把妹你知道 然後那個他基本上就是說用姿勢就可以 你知道 知識超屌的 你知道 就是比如說 他有圖示 你知道 你有看過那本書嗎 我好像一直這樣 那個是超好笑 那個大概是已經超過大概六七年前的書 但是那本書還是讓我印象深刻 比如說 搭車有沒有 一般人不是 那個有扣環 對不對 你要搭車 然後避免那個 然後一般人不是要這樣子 對不對 就拿著 他說我告訴你 用這種知識 女生就一定會喜歡 蛤 就這樣 然後就要擺這種姿勢 我剛好想說 這怎麼可能 然後或者是什麼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就是要用那種很奇怪的姿勢 這樣子 然後說這樣子 根本就 我那時候看的時候覺得 拔的 可是因為這個真的太娛樂 你知道 翻每一頁都很不可思議的動作 你知道 好帥喔 這動作這麼不可能 這樣子 就是用搭車要這樣搭 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女生就會喜歡你 這樣 我想說 我後來很想再找到那本書來看 你知道 因為那本書太屌了 你知道 對不對 千年殺 好啦 那個體外話 姿勢 其實像 像馬可多 他說他也是沒顏值 沒身材 怎樣 但是他就是那個關進去 然後其實還是會有 還是一定會有女生 還是欣賞 這樣子的人 我跟你講馬大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是我們沒有 他有 他有靈巧的雙手 不是啊 不要亂接話好不好 就是在那個什麼 那個PTT的那個什麼 亂接話 你知道 他真的有啊 他真的有靈巧的雙手 對啊 那個馬大是我看過最靈活的胖子 但是 我覺得有靈巧的雙手 應該不是女生喜歡他的原因 那他要什麼 對啊 沒有啊 馬大有自信 基本上然後他還有 他有極強的經濟基礎 嗯 他很有錢 他原力很強 他原力很 馬大很有錢 真的假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馬大的經濟能力應該不錯 對 好啦 我們真的是幹嘛在這個時候談論馬大的經濟能力 用原力 用光線以原力把妹很方便 我們真的不要這麼膚淺啊 我跟你講就是要要要談論追女生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談論追女生 蛤 好有哲學 就是 你真的太厲害了 太有小問我真的不知道 沒事沒事 就跟鬥陣俱樂部一樣啊 第一則你不能談論鬥陣俱樂部啊 不一樣的情況吧 蛤 什麼 那個不能夠說出名字的人 靠北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啦 就是 就是 我們通常 你知道討論這件事情是 就是理性 判斷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感情這件事情就 他本來就不是應該要用理性的方式去 他用感性的方式去解決 他就是要用感性的方式讓你去感受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百度人要感同身受 就是 你已經在人生的第一潮階段了 你不能用理性的事情跟他判斷 你一定要用感性的方式去幫他解決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今天的結論就是 我們如果要談感情的話 就真的不要去談論感情 要去談感情 懂嗎 靠 我還是不懂耶 我真的欠開發 不好意思 我真的欠開發 我真的欠開發 那欠開發這件事情只能交給陳佑 因為他有知識 今天完全歪成這樣 今天好像主題不是在調電影 你知道嗎 我們電影大概前一個小時就講完 然後偵探小說好像也頂多講一個鐘頭 可是跟你講 你不覺得搭配這個標題很好玩嗎 就東方快車柏山 啊我們又狂獸 啊又鬼壓床什麼的 你不覺得又很難有趣 東方狂獸鬼壓床 東方快車上面的狂獸然後被鬼壓床 啊沒有之前那個 呃 PTT的電影版不是常常在玩那個嗎 那個電影片名大串點 喔對對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年這個超好笑 享受吧 三個人的人體蜈蚣 哇靠 好驚人你知道 我一直到今天都還記得這個 這超好笑 對啊 然後 什麼 東方狂獸鬼壓床 好笑 好啦好啦 好啦 我們也聊很 我們聊太久了吧 1點21分 現場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嗨吧 對啊 超嗨的啊 有87位觀眾 對他們超快的 沒有 但是我那個什麼 說歸說 你那個什麼 被凹的事情還是要繼續做 唉 對 因為真的被 就是真的被凹 阿姆羅上來了 沒有 他也想學姿勢嗎 沒有他 他覺得太晚 就是 每當那個什麼 跑到我的鍵盤上面來 你家的貓也會嗎 他就在我旁邊 然後就是 壓住我的那個 電腦包 壓住你的電腦包 通常太晚的時候 真的會這樣子 就是他們 他們會在那邊抱怨 而且我們家貓咪超厲害 他會那個 他會找到我那個 那個 那個電腦的散熱口 然後 然後在那邊取暖 常有的事啊 對啊 話說昨天有一件很很糗的事情 就是我晚上睡前啊 就是會看一下 看一下小本本這樣 然後看看那一片這樣 可是看一看我就睡著了 然後呢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我的低潮實在太大 你知道嗎 所以他的影片長度其實是幾場 所以他那個 他的那個 雲端的那個什麼 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是用那個 iPad 然後用那個雲端 遠端啊 遠端 就是那個我的PC會放那個 應該是說他只可以直接 無線然後去取那個伺服器裡面的檔案 你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這個東西吧 就是變成你的你的那個PC 然後會發出訊號 然後你那個什麼 用iPad去看那個你的PC裡面的東西 然後我就看一看就睡著 然後因為那個女的就是 AB女優裡面的女生一直在叫 然後他就一路叫到天亮 然後就叫到第二天的中午 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怎麼醒過來呢 因為他一直放嘛 那個影片一直放 然後那個 就很可以講一下 iPad就很燙你知道嗎 然後姆羅就很高興就坐在那邊取暖 就坐在iPad上面 然後可是我醒過來的時候就是 就是那個我頭旁邊有毛毛的屁股 就阿姆羅的屁股 然後底下就一直發出叫聲這樣 他就叫了整夜 沒有這件事情還蠻荒謬的 可是現在想起來蠻好笑的 就是不是一件無聊的事 可是還蠻笨的 就一路叫 就是等於是接力嘛 因為一部A片真的蠻長的 你知道 可能要兩個鐘頭 然後看完 這個女生叫我 換另外一個叫 我想要煩 好啦 希望我今天晚上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阿姆羅應該很高興 阿姆羅就覺得 阿那個什麼 有一個東西發熱 溫暖 可是他超燙的 你知道嗎 我如果沒有弄好 我覺得可能那個 他要燒起來的話 可能 我被抓去 我可能會被抓去 就是送一集 就可能會 新聞可能會很好笑 這樣 三重是一名 那個什麼 中年男子 因為網路那個什麼 晚上看了一片 然後沒關 然後發熱 也被燙傷了 之類的 之類的 好 OK 好啦 今天打敵賽 精神會打敵賽 今天打敵賽超強 三色星也真的有聊 太強了 好 陳佑都已經開始在那個 整理他的頭髮 對 我發現陳佑有一個小動作 他會甩 他在想知識 對 陳佑會甩頭髮 你知道嗎 那個他甩頭髮的動作 很像那個史瑞克2裡面的王子 你知道嗎 史瑞克2 你有看到史瑞克2嗎 就是他有那個 他會不自禁的甩他那個秀麗的筋把 然後會慢動作 然後就回來這樣 對 我現在這次喊事的動作 史瑞克 對 是因為留長頭髮的關係嗎 對啊 而且 而且我還真的有甩 甩頭髮甩到脖子扭到這樣子 甩到脖子扭到這樣子 甩到脖子扭到 我跟你講 我就是不想要 我就是 甩到髮甩到 怎樣 沒有 他說甩到 新水糕 對啊 那個 鵝林古堡裡面李昂也是這樣子 好 我插到眼睛 你知道嗎 扭到 扭到頭這件事情 然後讓我想到有一次 我有個朋友 他 他就是 我碩士的時候 然後他在寫論文 然後寫很 就是熬夜寫很累這樣 然後寫完之後 隔天然後他也沒睡覺了 然後就 就想說寫完了 然後去逛街這樣 然後逛街回來的時候 然後就還 就是坐公車回來 然後就突然很累 然後就打一個超級大的哈欠 然後呢 然後他就下巴脫臼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這種事情 有啦 坦白說我 超好笑 然後他就 他就扶了他的 他就扶了他的那個下巴 然後跑去 跑去醫院 然後就 去說我剛剛打哈欠 好啦我 但是我其實 有點同情他 因為我其實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但是沒有 沒有 就是應該沒有真的多久 就是有時候打哈欠 然後這個下巴會 嘎一聲 好痛喔 然後就 然後就扶著 然後他 他過一回那個痛感會消除 你 你其實就沒事了 但是那一瞬間會 嘎一下 哇哇真的很痛 你知道 對啊所以在這邊跟大家講 就是打哈欠 不要裝太大 可是這個好 真的控制嗎 好啦 知識要處理好 對對對 大家知識要注意一下 就是天地人 然後知識也要注意一下 來跟悠悠老師學知識吧 對來跟悠悠老師學知識吧 悠悠老師 好強喔你們 好啦 時間不早了 對我們下個禮拜 再聊一些奇怪的東西 其實我有 欸 其實上個禮拜我看了一部片 我一直很想跟陳佑聊 我覺得 嗯哼 那一部叫做我親愛的小鬼們 對 法國片 喔 對我還蠻喜歡 那個老師的片嗎 對老師的片 對 那他有傳道授業解惑也嗎 有啊 對但是他其實也講了很多那個 他同時講了很多面向 他一方面講幼教這件事情 嗯 對然後另外一方面又在講那個 倦情這件事情 人生歷典這件事情 對 那有談到知識嗎 沒有 知識一定很多 但是有談到鐵人三項 對 哇 對 裡面 好啦這個 我是想說要等到他上片了以後 再來聊這部 但是我 欸我還蠻推薦陳佑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你可能也許 OK 因為你正好在 學這個 對我覺得也許可以 你會有不一樣的想法這樣 知識就是力量 OK 知識就是力量 又又老師學知識 接下來那個 又又又老師接下來要 那個什麼學99力的體操之類的 你有看過99力體操嗎 日本他們真的會做這種事情嗎 因為99 的那個漫畫裡面的角色常常會出現奇怪的動作 然後他們就還 呃 就是有發展出一套那個體操 對 然後就會做很奇怪的動作 然後而且他們還會練喔 練一堆人這樣 就是會一群人集合起來一起做這個動作上課 但是據說我也不曉得另外一次 因為日本有太多人學99力 所以常常會有人那個骨折 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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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 那個 就是 因為太太案例太多 所以那個 蛤 什麼 因為案例太多 因為那個什麼 這種這種案例 案例太多 不是 因為案例太 就是這種事件發生的情況太多 所以開救護車的人去啊 看到那種 奇怪的地方骨折都會說 你肯定模仿99力了吧 然後 所以沒辦法說謊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都懷疑這件事的真實性 超 不太敢相信 這樣子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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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滴賽 這次都停不下來 怎麼辦 啦滴賽停不下來 我親愛的小鬼們 那部 是12月15號上 喔是啦 對 那就應該是 下週吧 應該是個新 還不確定是 哪些一庭這樣子 喔是嗎 高雄都不知道有沒有 對 我親愛的小鬼們 喔 嗯 好吧 可是你 可是平常試片 你又不能夠看 嗯 嗯 對啊 我想那個車庫 因為他是車庫的片 所以在垃圾裡 一定有 喔真的喔 嗯 我想說這種片感覺 會在 那個 真上美裡面 對啊 沒有他有可能在成品裡面也會有啊 對啊 喔成品啊 好遠的去看看啊 沒有成品也有很多點很多那個啊 對啊 我親愛的小鬼們 我真的還蠻喜歡這部片 雖然他不是 他不是那種很震撼的片 但是我其實覺得他 有在講一些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我覺得有在行 他反而有點像是 他有很奇異嗎 沒有 我不再不跟你把柄講這個東西 很奇異 其實是在講日常生活的事情啊 所以有的某種情況 反而有點像是紀錄片的感覺 但是他其實是劇情片 他其實是劇情片 對 但是他的故事其實是 在講他日常生活 然後可能是 今天日常生活的一些小事情 後來慢慢累積成風暴 這樣 嗯 可是我喜歡這部片 可是我也知道 這部片一定很不大眾 嗯 所以我才推薦啊 推一個學幼教的人 我覺得來去看嘛 然後可以跟我聊一下 這樣 哈哈哈哈 勾引你去看這部片 這樣 酷 好的 好啦先這樣子啦 感謝大家今天 那一賽 我也拉超久了 好強欸 明天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樣 整理這些東西 這樣子 好煩 好啦感謝大家 好啦那個什麼 你們都聊 你們都自己聊起來 對不對 對啊 好啦 對啊 就是先這樣子喔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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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下次見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請訂閱